HELLO,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分享關於奧丁審判的新手攻略介紹 還有我個人覺得蠻不錯的優點分享 希望能夠讓玩家快速的了解遊戲 在這款遊戲中,畫質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的 比起相同類型來說或是天堂系列來說 真的是不遑多浪 運用了3D掃描以及動態捕捉技術 不管是人物的攻擊、流暢程度 還有使用法術的華麗畫面 都是大作的規模等級 一開始共有四種職業可以選擇 擁有高防禦力與體力的戰士 使用強大魔法師攻擊的女巫 快速殺敵的盜賊 善於治癒強化的祭司 而到後期每個職業都可以轉職兩種職業分支 一開始可以隨著主線劇情大約在10集左右 就可以開啟轉職任務 在通關之後就可以選擇該職業的2分之一 而在轉職成功之後 之前所學會的技能一樣也都可以使用 像是使用弓箭的盜賊 在轉職刺客之後也能使用原有的技能 而在遊戲中的技能是需要到技能商店購買 基本上每5級為一個單位 一開始還蠻便宜的 而到後面的技能數會越來越貴 快節節的部分只能裝備4個技能 玩家可以考慮有聯繫的技能優先 或者是CD時間比較少的試試看 而在戰鬥中玩家只要點選任務 就會自動打怪了 在蒐集或是完成任務的時候都非常方便 而在左邊會有一個很像電池的按鍵 在使用下去之後就會變成省電模式 但是遊戲中還是會幫玩家繼續的打怪 算是非常方便的 而重點的是 遊戲中竟然還有掛機系統啊 在退出遊戲的時候 就會問你需不需要掛機 一天最多還可以掛機8個小時 真的是太佛心了 在這個大家都需要上班之後掛機 下班之後再來解解任務 也不會佔用太多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說到寵物系統 在遊戲中有兩種寵物系統 一個就是佐騎系統 在這個大開放世界的地圖上 移動真的是非常麻煩 所以在有了坐騎之後 在角色需要移動位置的時候 遊戲會自動的切換坐騎 不需要手動的切換 而移動速度也會變得比較快 超級方便 而另外一個就是飛行寵物 在這個遊戲中不同的地方 就是作為玩家的你 是可以到處攀爬的 像是牆壁或是岩石都可以攀岩 而攀爬到某一些特定的高處 就可以透過飛行寵物滑行的方式來飛下來 而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攀岩 遊戲中還是有蠻多地方是無法攀岩的 不過在這個地方已經贏過很多這類型的遊戲了 飛行寵物除了可以滑翔之外 還有傳送地點這個優點 玩家可以透過任務的時候點選旁邊 就可以傳送到比較接近任務的位置 不過比較遠一點的位置就需要花一點錢啦 不過都還算蠻便宜的 如果想要點選大地圖也可以直接飛去要飛去的地方 在上面都還會介紹怪物的等級 整體來說都算非常方便 另外要說到這類型最常見的就是抽卡系統 也就是大家說的紅便 這也是遊戲中比較佛心的地方 在遊戲中抽到該角色的人物 就可以變成此人物 也能夠大幅提升本身的能力值 比起其他遊戲也是讓人家比較詬病的地方 有時候抽到的人物是自己不能使用的 就會覺得超級浪費 而在奧丁審判中 基本上你所用的職業 就會搭配你所抽到的角色的人物 所以有可能是你不喜歡的人物 但是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而且人物都長得非常香啊 而目前變身的等級 依序為紅、金、紫、藍、綠、白 接下來說到裝備 在這遊戲中算是蠻吃裝備的一款遊戲 所以在遊戲中收集裝備算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遊戲中水算是蠻便宜的 所以玩家可以帶很多的水出門 而在挑戰怪物的時候 如果是白色的怪物 就代表與自己的等級差不多 所以鎖掉的裝備機率也會比較低 而另外如果是遇到紅色等級的怪物 也就是你們等級相差比較多 也當然有更好的機會會掉更好的裝備囉 當然除了打怪、吊寶以外 玩家也可以自己製作武器裝備 透過製作系統 就可以收集相關的物品來打造自己的裝備 目前裝備的等級排序為 紅、金、紫、藍、綠、白 另外有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就是當開啟村莊委託任務的時候 玩家需要盡可能收集藍色的礦石 或是黃寶石這類的東西 因為需要打造好的裝備 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而村莊委託任務 每天都有固定的限制 算是每日必做的任務之一 最後來說到賺錢的方法 在遊戲中金錢也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無課玩家有沒有比較快速賺錢的方法呢? 目前來說還是弓箭手這個職業比較省錢 所以玩家可以開一個人物選擇弓箭手的職業 跟著主線快速練等練到20級左右 接下來到廢城區打巨魔 在第一張地圖16-24鏈等區 巨魔怪輸位掉魔法精華 目前在韓版的交易所上算是非常值錢 目前平均一天可以打到3-5顆魔法精華 再加上每日必打的副本任務 基本上一天就可以賺蠻多的鑽石了 接著再讓交易所所賺到的鑽石 移植到本尊的帳號就可以了 這算是比較快速賺錢的方法 以上就是這次奧丁審判的新手攻略介紹 還有一些個人覺得不錯的優點分享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幫助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沒辦法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小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遭奧丁驅逐的洛基 喚醒了虛無的魔物 下定決心進行復仇 至此 人類將作為它復仇的開端 接受那本該有神承受的 殘忍的命運 傷心 觸佈 屈喚醒 老大 天 真 贏 死 貴 ψ 雨 率 秩 他们往想以自身之力克服命运之时 便会领悟到 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过此劫 所能做的 仅是凝聚此地所有种族的力量 合力抵抗罢 在这场连神都无法预测的战争中 只能祈求 愿奥丁的恩宠 能伴随我们前行 见证神之领域 奥丁神 能伴随你 能伴随你 能瞧